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繼續來跟進李隆基和黃青霞事件。 昨天4月16日,李隆基老婆黃青霞因為 預期居留、虛假文書等六項罪名繼續還押, 而且加控多一條罪,就說黃青霞違反逗留期間接受公罪, 所以加多項罪名上去,案件押後到5月28日, 因為辯方說這個加控罪是上個星期11日才知道, 所以現在有些時間去處理。 其實之前都同大家講過的, 在這個懲教署月內,對黃青霞來說是越著數, 因為如果這件事本來他預計是要坐的話, 基本上在懲教署舒服過去蹲監。 李隆基就是今天4月17日照上去到大嵐懲教所探監。 他很早去到懲教署8點40分現身, 幾個都厲害,風雨不改。 每次有完新聞後,就能夠在懲教所找到他的身影, 他拿著一袋物資去到現場主動和傳媒打招呼, 就說自己趕著去登記。 去到10點多的時候, 阿基哥就結束探訪離開大嵐懲教所。 記者就問他, 黃青霞被加控罪名, 心情有沒有受影響? 李隆基就說不想多說, 就說沒有太大影響。 而昨天上庭後, 李隆基很激動, 就問他今天的心情有沒有平復。 李隆基想了一想, 表示不知該怎麼說, 本來以為可以告屈斷落, 怎知多了一條罪。 這裏我自己看就好像有點矛盾。 因為按照他在法庭上說, 原來是上個星期11日已經知道是加控多一條罪。 加控多一條罪, 辯方是知的, 律師應該有跟他說的。 除非那個律師不太盡責, 或是不記得跟他說, 但沒有理由的, 律師做這些事都很有條理的。 所以他應該是上庭之前就知道什麼情況。 當然啦, 他現在講到, 就說老婆黃青霞知道加多條罪, 就沒有太大影響, 心情上面沒有太大影響, 但唯一令他有影響的, 就是之前所說, 基哥不要他, 這一樣東西就令到他心情低落。 黃青霞就會在五月尾繼續上庭, 李隆基在工作上左推右推, 希望每日能夠探到老婆, 還說工作現在開始都有點影響。 而他提到, 自己工作方面就以老婆做大前提, 讓他安心, 其他什麼都假, 錢財新外物。 而李隆基原來在這套新劇集上有份演出, 同樣都是飾演握著很多層物業的人, 就被觀眾說棄於人生, 而且他就說自己不會去宣傳。 一出現, 焦點就會去完他那裏, 會影響劇集。 不過說真的, 李隆基在這劇集出現, 又做過這樣的角色, 這套劇集應該收視都不錯啦。 記者問他了, 對於黃青霞被加控罪, 李隆基有沒有見過律師了解情況呀? 他說要過幾日才約律師, 這套劇集中的得意, 即是說上庭之前他是不知, 跟我們的猜測也有少少不同。 基哥也說到現在都習慣了, 他要做的就是每日見老婆, 等他心定點, 他說一直堅持每日去見他, 見一見都會定點, 問到有沒有朋友想探他呀? 阿基哥就說, 黃青霞不想, 以及申請很繁複, 又要網上登記, 現在他就提到啦, 唯有等到28號所有東西, 就交給律師去做一個處理。 這個案件來到這裏又加了控罪啦, 很有可能去到28號呀, 或者拖延多一次之後就會開始判罪啦。 如果判了刑的話, 基哥還會不會可以日日去監獄那裏探到人呢? 那件事搞成這樣, 應該他兩個人都沒估到, 當初就是曬一曬命, 就曬到現在一個蹲牢, 一個日日要瀑破。 不過說回轉頭啦, 老人家, 這樣日日行出行入, 可能身體會越來越好, 因為日日都有地方去做運動, 好過躲在家。 而且這件事之後, 好似李隆基的身價還高了。 之前見他賣食飯演唱會, 加開一場都即時賣爆, 只是去看他感受一下網路紅人, 全港最熱的男人都已經值回票價, 而且還有飯吃。 李隆基那首新歌又何時出來呢? 不過說回轉頭啦, 之前都講到, 他就有在一間學校那裡涉嫌打工, 不知道他有收錢還是沒收錢, 但為何僱主不得上法庭呢? 有些人都在說, 由於現在還是一個比較低級法院, 未有轉去區域法院, 最多只能夠判三年, 那會不會去到五月二十八號, 就轉去更高級法院去審理呢? 如果五月二十八號是轉去更高級法院, 那可能判的刑期就會高過三年了。 我自己看那些留言, 其實都有不少網友在質疑, 說喂, 阿基哥, 你咁疼你老婆, 不如你去監獄申請跟他結婚啦, 不用等他出來啦, 你都不知道他坐多久呢? 還有一件事其實都幾有趣的, 發生了咁大件事, 其實這件事除了香港有人講之外, 海外華人都不少人提到, 那這個黃青霞的父母好像都沒了蹤影, 之前又說他們去德國啦, 又說在美國啦, 到底他們知不知道這件事呢? 個女兒要判刑判監咁大件事, 而且跟李隆基這些名人搞成咁咁, 那理論上來說, 父母應該知道咁, 為何就不過來探探個女兒呢? 那完全任由李隆基一個去照顧到尾, 那女兒整個幾月都沒跟家人通過電話, 或者有短訊來往, 那父母不擔心咁嗎? 畢竟他都說自己是一些中產呀, 或者是比較有錢的家族來咁, 李隆基還說黃青霞有錢過他咁, 但為何現在來講, 他的父母是完全消失隱形了咁? 就好像從來沒有這些人咁, 那咁到底他的背景是不是真的有想像中咁勁呢? 那當然那些證書已經證實了問題就應該有的, 那我自己看回這件事咁, 就算黃青霞他在香港坐完都好, 坐三年也好兩年也好, 他回到大陸因為他有一張證書是跟大陸有關的, 如果這張證書是有網友在他出獄的時候, 或者之前向大陸檢舉說他造假, 那好有可能回到大陸都要坐, 而且大陸對這一類無認國務院的文件是罰得非常之重的, 好似我沒記錯的話應該可以去到十年發載的, 所以我就奉勸啦, 基哥如果真是想跟未婚妻結婚的話, 馬上立即在香港監獄結婚了他, 那可能你監獄到出回來, 回到大陸的時候又被人無縫的滴了過去審問, 那什麼都沒有了, 那如果又要坐多幾年的話, 要等他都可能要真是鬥長命了, 是不是呀? 還有啊, 李隆基就說, 黃青霞看到那些報道, 說亞基哥要拋棄他, 這一點我勾了頭, 他在懲教署看不到那麼多網路媒體的, 報紙近期也都沒有提到李隆基要拋棄黃青霞, 那所以這一個論點是哪來的呢? 有點好奇呀, 還是李隆基自己多口跟他說, 有些報章雜誌, 說我不要你呀, 搞到自己老婆不開心, 是不是? 那大這麼大個人, 不會講這樣的話吧? 好啦,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